我是九把刀 我是陳妍希 我是柯仁東 我是賴雅妍 我是王傳一 我是陳佩琪 我不須讀 我剛剛開始寫小說的那一年 那一年我住在學校外面的租屋裡面 我們租屋附近有一個人 他是一個毒販 他只要有任何人檢舉他 他都會把每一戶人家的車子都砸爛 我常常檢舉他 因為我覺得很不爽 我常常跑到附近的公共電話 然後打電話給警察局 這是我唯一近距離感覺到的 這種吸毒者的一個可怕 其實我自己也碰到過這樣的問題 就是人家會誘惑我們這種藝人的狀況 他會希望我們可能快樂一下之類的 他們可能會覺得用毒品可以放鬆 或是解決問題 可是我覺得這是完全沒有任何效果的 當你吸食毒品以後 你會危害到你的健康 他會帶給你的 只會讓你更不開心 以及非常非常多的麻煩 所以其實我搞不懂 為什麼吸毒的人他們要吸毒才會嗨 有些人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生活壓力太大 會覺得說我想尋求一種 放鬆輕鬆的方式 可是如果有一百種 排解壓力的方法 你偏偏選這一種 來傷害自己的身體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生活中有再多的壓力或幹嘛 真的很多管道 你有朋友有家人 比如說跟朋友去看電影啊 去唱歌啊或者聽音樂 甚至寫說都是抒發情緒的方式 我覺得年輕的揮霍 不是在於說 我必須要抽菸喝酒或吸食毒品 人生的道路上一定會有一些事情 是讓你不開心的 可是一定要適逐想辦法 找到正確的方式去抒發你的情緒 每一個人生當中只有一個今天 那你為什麼不把握當下去做一些 你未來永遠不會後悔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非常青春跟熱血的態度 誠實地面對你自己 你自己一定與眾不同 你一定有自己的強項 或者是你的優點 好好地跟朋友聊聊 今天就可以發泄壓力 就是沒有必要用到毒品 我們熬過痛苦的時候 才會感覺到驕傲 但是如果你靠著毒品 去幫你擺平這些痛苦的時候 我覺得你不會感覺到 有任何快樂的感覺 因為那不是真實存在的 你只是靠你自己的力量 你經濟過的東西 都不會成為你身體的一部分 如果這一句話 同時也可以鼓勵大家的話 我的榮幸